马上带您关心现场消息 劳动部呢今天遭到官场工人 华龙自救会上百位成员的占领 希望呢劳动部能够带位求偿 不过劳动部长陈雄文在立月时 明确指出不可行 目前双方有没有最新进展 联系记者汪敏飞 敏飞起说 是的主播就在今天早上 华龙自救会的成员 从苗栗头分北上吐起劳动部 稍早也一度发生了推起的冲突 不过之后呢 这些自救会的成员 他们还是顺利了进入劳动部的大厅 尽做抗议而其实在上个礼拜 劳动部其实也有召开记者会宣布 已经跟华龙大员厂的 债权的金融机构协调好 银行其实愿意捐出 大约4亿多元的金额 来还给这些退休的员工 他们的退休金跟资产费 不过如果是以1000多位员工 来计算的话 其实每个人只能分配到 大约5到6成 大约差不多40多万元的金额 因此自救会的成员 他们其实是希望这4亿多元 应该要优先分配给300多位的 自救会成员 而劳动部应该要在此同时 拿出他们的公权力 用国库基金带电求偿 让我们看一顿稍早的画面 我们可以听到自救会的成员的诉求 其实很清楚 希望劳动部要拿出公权力 而不是将劳工应得的退休金 和资遣费七折八扣 而待会在中午一点左右的时候 有机缘的劳工团体 他们有钱来送物资 想要搬进一箱箱的矿泉水 不过警方不让其他的劳工 再进到劳动部 双方又发生了一波冲突 退休中还有人不慎跌倒 不过最后警方 还是让物资慢慢的送入 而华龙自救会的成员 他们也下了最后的通牒 希望5点以前 部长陈雄文能够亲自出来 跟劳工们对话 否则不排除 会有下一波的激烈抗争 以上是现场最新的状况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明飞带来现场的最新进度 他们也说希望5点前 能够见到劳动部长 看得出来警方 还是不敢轻忽 严正以待